國民黨高雄市議員黃紹婷 涉嫌炸領助理費遭羈押 檢調經訊問 她坦承的確拿人頭申報 低薪高報 還把助理費匯入太太戶頭 黃紹婷太太長年住美國 2022年黃紹婷競選議員連任 太太特地從美國回到台灣 幫忙助選 根據《週刊》報導 黃紹婷父母親被當人頭 炸領助理費低薪高報 黃紹婷自己也向檢調坦承 每個月會固定匯款三到四晚 到太太的帳戶 但太太並非助理 而助理費除了用來支付 服務處水電 同時指示周姓的副主任 提領款項疑似涉金流斷點 稻庭從政這十幾年來 助理費一切合法 檢調9月26號搜索黃紹婷辦公室 包括周姓副主任 以及黃紹婷父母親 共約談十七人 黃紹婷卻早一步清晨六點多 搭飛機前往廈門 之後自錄影片 曾經不是畏罪潛逃 但檢調也在黃紹婷父親住處的床頭 找到一份叫戰守則 要是遇到檢調詢問如何答辯 似乎早有準備 檢調查出黃紹婷 炸領助理費 可能高達千萬元 後續是否傳喚太太 導案說明 以及內部是否有人洩密 通風報信都是調查重點 三星王大衛星署週高雄報導 部下宣告